沼泽边发现一具无名尸体 身边没有任何指纹 脚印等痕迹 人们怀疑死者是被沼泽深处独居的怪女孩所害 真相随着女孩的身世 一点点浮出水面 她真的是凶手吗 语歌出品 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 最近很火的高峰爱情悬疑片 故事发生在1969年 两个宝宝 到沼泽去玩耍时 发现一具男尸 死者是镇着的帅小伙蔡司 奇怪的是 死者周围没有脚印 那他是怎么到这儿的呢 警长注意到了身后的塔楼 二人登上塔顶 发现有个阁柵是打开的 看来他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死亡时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 死因没坠落时 后脑部遭到撞击 关键问题是 死者蔡司是别人推去的 还是自己意外衰去的呢 包括指纹在内 栏杆上没有任何痕迹 但在死者身上 发现了一些羊毛制品的红色纤维 很可能是毛衣或围巾上的 小镇上的人 对这起案件议论纷纷 很快有人将毛头 指线在尸体区独自生活的 尸体女孩 认为是他杀了蔡司 景云很快找到他家 女孩家挂着 许多贝壳等收藏品 令景云一斗同生 很快二人在女孩房间里 找到了一只红色羊毛毛 看来凶手就是女孩无疑了 女孩听到风声架起气挺就跑 但最后还是被警员抓走了 一路上 女孩像过街老鼠一样 遭到居民们的咒骂 仿佛也确定他就是凶手 不久后 律师老米 找到了被关进拘留所底的女主 决定替这个 住在世外桃源 不安事实的那项女孩辩护 面对真诚的米律师 女主渐渐敞开了心扉 16年前 她曾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妈妈疼爱她 哥哥照顾她 只有老爸是个人渣 每次心情不爽 就对家人施暴 住在附近的男孩泰特 上前保护小女主 女主却护着家暴父亲 妈妈也被牵连了进去 这晚 母亲整夜道的父亲毒打 第二天一早 满脸湿湿的母亲 悄悄提着行李 永远离开了这里 再没回来 之后其他家人也相继离开 和女主关系最好的哥哥 也不得不离开了她 小女主渐渐学会了 如何与人渣老爸一起生活 这日小女主却尸体出散心 却迷了路 体积的男孩泰特 将她送回了家 泰特的出现 治愈了女主幼小受伤的心灵 小女主第一次勇敢地告诉父亲 我饿了 于是父亲带她来到镇上 小鸭第一次见到了 百货店老板老客 和善良的客夫人 老爹要了点磨碎的卖力 留下两百元便先走了 客夫人建议小鸭去上学 因为学校里有热腾的饭菜 还能交到新朋友 临走前 还给小鸭多放了一只棒棒糖 于是小鸭从妈妈衣柜里 找了一件旧裙子 像冲着她穿上前往学校 途中 人们像看外星人一样瓢头 小鸭打了推堂鼓 路过的米律师告诉她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学校 仍满身窝窝的小鸭 很快遭到同学们无情的嘲笑与巴苦 没人愿意坐在小鸭身边 下学后 小鸭逃解私地跑回了家 之后再没去过学校 有一段时间 父亲对小鸭很好 他告诉女儿 你要保护自己 不能相信任何人 知道小鸭喜欢鸟 给了她一只书包做鸟巢 然而一切美好 都随着一封母亲来信被打破 父亲看了信后 情绪激动地烧掉了她 便告诉小鸭 你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鸭哭着将信纸的骨灰收集起来 放在玻璃瓶中 接下来 小鸭爸爸将妈妈留下的一切烧了个精光 然后她也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小鸭一人 小鸭将妈妈用过的被褥 拖到自己身边陪睡 才做过了漫漫长夜 碎麦粒就要吃完了 小鸭依然要如何活下去 小姑娘顶着渐渐升起了周阳 到沼泽里挖了许多一倍 拿到老客那里卖给了她 并提出给老客长期供货 鸭鸭眼亮的客夫人 已猜到小鸭遭遇了什么 决定尽一切所能 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 她将从教堂墓群箱里 买了的旧鞋依送给了小鸭 时间回到现在 法院公开审理这起案件 米律师告诉小鸭 如果你愿意承认 那天晚上女妻的塔楼 与蔡瑟因意将不合发生事故 她在隔渣上后退一步摔下 你会只判处十年 大约六年就能出狱 否则的话 一旦败诉 你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 明明无罪为何要认罪 小鸭不同意 法庭上检察官提出 是小鸭将蔡瑟引游到塔楼 并推去杀害 之后清理了现场 米律师反驳 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 小鸭杀了人 而且很有可能 蔡瑟根本就不是被谋杀的 时间回到七年前的1962年 此时小鸭也长成一个大姑娘 这段时间 总有一个神神秘秘的大男生 悄悄将羽毛插到林子里的一棵树桩上送给他 小鸭终于打倒了这名罪犯 原来小鸭知道小鸭喜欢鸟 便将羽毛当张礼物送给他 得知小鸭不识字 小鸭便教他识字和读写 聪明过人 一点就得的小鸭 没用多久便掌握了所有知识 小鸭将小太请到家中 小鸭绘制的手稿令太特赞叹不已 二人走遍了整个图书馆 学会了动植物如何随时间变化 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球 此时的小鸭已成为一名学舌渊博的自然学家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小太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小鸭 儿时的一次生日 小太的妈妈和妹妹为了去给他买生日礼物 途中遭遇事故意外丧生 小鸭盛起了恩惠 这时一阵旋风卷起了地上的树叶 两人在草叶飘舞的伴随下接吻 确断了恋爱关系 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小太记下了小鸭的生日 买来蛋糕为他庆生 血厌群也如期而至 这一切都是小太算好的吗 在这样的气氛下 两人顺理成章地准备发展到下一步 进行到一半时 小太却中途放弃了 因为他太在乎小鸭了 不久后 小太成功考上了仙仪的大学 翻看着小鸭绘制的 动植物图作笔记 一脸不舍地告诉小鸭 自己下周就要走了 但他答应小鸭 自己一拥回来 临行前 小太将一份出版商列表交给小鸭 要小鸭将他绘制的手稿 寄给出版商 这样之后就不用再挖一辈了 两人约定 一个月后的七月四日 一起去海滩看烟花 所以小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之后的日子里 小鸭每天一边继续着 他热爱的图作笔记 一边等待晴朗的归来 终于盼到了约定的这一天 他穿上最漂亮的裙子 美美地化了妆 一早便来到海滩边 等待他的到来 人儿从清晨等到黄昏 从黄昏等到深夜烟花阵放 仍没见到他日思夜想的爱人 次从海滩上醒来 他终于明白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鸭哭得像个海灶 将别结色的粉碎 丢到火里泄愤 好在孤独的他此刻还有鸟的陪伴 他们从不会骑士与讥讽小鸭 每次跌倒 尸体都会拖住他 不知不觉中 小鸭的心痛终于消散 犹如水中之沙 虽游在 但藏得很深 时间再次回到现在 警方指出 尸体附近没找到任何痕迹 定是有人毁坏的证据 米律师拿来了筹席表 这证明地下室的上罩 会抹掉足迹和脚印 至于打开的格栅上没有指纹 这些格栅 其实一直是开着的 警方去年还就此事 到林务局提交了书面请求 让他们采取行动 解决这个危险 反击很成功 小鸭哭输了一口气 时间回到去年的1968年 这天 小鸭在沙灯上写声时 遇到了高达帅气的蔡司 回家时 看到有人在拍照 原来有开发生 想在这儿建酒店 老客夫妇告诉小鸭 若想保住房子 必须有房子的产权证 这人小鸭又聚集了蔡司 蔡司邀请小鸭一起去野餐 小鸭同意了 房产局告诉小鸭 若想保留房子 得补缴800美元的税款 小鸭哪拿得出那么多钱 他想到了五年前 小泰留给他的出版商纸条 鼓足勇气 将一份手稿寄给了出版商 与蔡司约会时 蔡司捡到了一只罕见的书字背 小鸭像百科全书一样 说出了贝壳的生活习性 蔡司有点惊讶 将这只贝壳送给了小鸭 然后主动吻了他 并想进行下一步动作 小鸭将他推开 你把我当垃圾了 蔡司联盟道歉 提出弥补 在那小鸭带到塔楼 蔡司每次心情不好时 都会来这儿 塔楼可以俯瞰整个湿地 蔡司用脚移开了危险的格栅 站在塔顶 小鸭不禁感慨问亲 这感觉就像有个伴你一生的朋友 你却从未见过他的全貌 只有蔡司提出去小鸭家参观 见到小鸭的作品 蔡司并没有像小泰那样惊讶 只是随口问了几句 便进了屋 到处乱摸乱看 并表示自己是想更加了解小鸭 夸小鸭聪明漂亮 不管怎样 蔡司出现令小鸭不再孤独 没多久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时间活到现在 法庭上 检察官表示经鉴定 死者蔡司身的红色羊毛纤维 与在小鸭家找到的 红色滑雪帽纤维完全匹配 但米律师指出 如果有人经常戴这顶帽的 纤维有可能存在头发里 而小鸭与蔡司认识 因此有可能在二人之前接触时 纤维便转移到了蔡司的夹壳上 不是案发时弄上去的 任务再次回到一年前 出版社对小鸭的手稿赞不绝口 迫不及待的提出尽快修订出版 小鸭开心极了 想和蔡司分享这件好休息时 蔡司告诉他 自己已晋升为稀奇公司的经理 两人一起进行了庆祝 蔡司提出 想买个大房子约小鸭结婚 小鸭听后感动无比 随蔡司又说 过几天他要去外地帮父亲进货 邀小鸭同去 于是小鸭第一次走出了自己的世界 蔡司开到一个脏兮兮的汽车旅馆 粗鲁地夺走了小鸭的第一次 随后告诉小鸭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小鸭傻使地信了他的话 将做成项鸭的梳子被当作定情物送给了蔡司 这条蔡司每天都带在博上的项鸭 现在却不见了 尸体上也没有找到 蔡司的母亲怀疑是小鸭杀人后拿走了 并认为小鸭是因为被分手才杀了蔡司 夺回了他丑陋的项鸭 这话也太伤人了 米律师表示 警方已经彻底搜查了小鸭的房间 并没有发现项鸭 小鸭明显是被冤梦的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 这天小泰回来了 最近小鸭与蔡司开心心闹的长久 他心如刀割 第二天 他竟在百货店门口听到 蔡司将他与小鸭的床室 当谈刺与别人炫耀 小泰生气地指责他 两人一言不合摧桑起来 老客及时出现劝开了二人 小泰知道蔡司不是真心对小鸭 想告诉他这件事 面对这个已失踪五年的复兴汉 小鸭将五年记载的怒火 全部释放了出来 小泰解释 抛下小鸭是自己做过最愚蠢的事情 因为当年他知道 小鸭无法离开师弟 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才最终选择了事业 但现在他知道 小鸭才是最重要的 小泰将一根羽毛交到小鸭手上 并表示自己为了小鸭回来 在镇附近的食言室 负责研究师弟的生物 可以和小鸭在一起了 小鸭听后内心也很痛苦 但他知道自己如今已有了态思 不能再和小泰复活 痛苦地回了屋 几天后 小鸭到镇上找泰斯 却看到了泰斯的未婚妻 这家伙果然如小泰所说 对小鸭根本就不是认真的 小鸭疯狂跑回家 恶劲地差点吐出来 泰斯随后而至 小鸭忙躲起来 泰斯竟找不到小鸭 竟开始大吼大叫 并得小鸭家搞破坏 小鸭绝望地跑到海边 心痛地几乎无法呼吸 不久后 小鸭收到了出版社 寄来的5000元本税 编辑由小鸭去格林维尔 去参加一个会议 小鸭交足800美元税款 拿走了房屋的完整地契 还用多出来的钱 买了不少新家具 将家中装潢一新 这时分别多年的哥哥 在商店里看到小鸭的书 找到了他 哥哥没想到 小鸭还住在这里 这时他才知道 妈妈已经去世了 当年妈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想让他将离家的孩子们接回去 父亲就说 如果妈妈再联系离家的孩子 他会将孩子们打得面目全非 只有妈妈为了请律师一直攒钱 却得了白血病 小鸭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 是期待妈妈有钱能回来 如今妈妈却再也回不来了 小鸭将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送给老克 老克自豪地展示在竹窗里 却在这时遇到了蔡司 蔡司对小鸭恶语相向 小鸭转身变跑 蔡司见不出哥们们的嘲讽 再次找到小鸭 不要脸的说 小鸭才是他真正想取的人 这次小鸭没那么好骗了 表示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蔡司听后仰手变大 小鸭也还了他一拳 蔡司近中露出了真实面目 竟然想强暴小鸭 小鸭捡起石头 给了他两下 这句话恰巧被一位渔民听到 出庭做了证 这句话对小鸭很不利 蔡司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小鸭不敢回家 开船躲在湿地处 蔡司果然来找他 好在没找到 再次回去后 家中以为蔡司怀上了这样 这时小鸭来了 走着小鸭下周要去见出版商 小鸭鼓励他一定要去 不能被太司毁了一切 走前小鸭将他的红色羊帽帽 送给了小鸭 小鸭找老客 却要八十十克表 老客问他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小鸭没有说 因为他不想让警察知道这件事 他可以想象得到 人们会在背后 对自己怎样议论纷纷 无短指着 其他人根本帮不了他 眼镜小姐与另外几人可以证明 10月29日早九点 打扮漂亮的小鸭 上八十离开了小镇 但检察官指出 小鸭也有可能 半夜悄悄从格林北尔城八十回来 出版社编辑表示 29日晚七点 他与资人学家小鸭共进晚餐 内闻小鸭展示着的冤博的学识 在座之人无不佩服 30日早上 编辑再次看到小鸭时 没有任何异样之处 但检察官指出 小鸭并没有和出版社的人 住在同一家酒店 而是独自住在离汽车站 最近的乡村旅馆 这意义很被动 米律师建议小鸭亲自回答问题 用他的善良打动陪审团 但小鸭说 这些人骚扰 嘲笑 攻击自己 所以他不会自己去辩解 正确的法庭上 米律师表示 自己一生都住在这里 听过很多对小鸭的传言 说她是狼女 人缘 但事实上 她只是一个独自在尸体中生存 受尽辱骂和嫌弃 被遗弃的可怜孩子 老科夫妻是镇上唯一关心她的人 蔡司去世那边 小鸭在格林美尔 有可靠的部队长证明 小鸭的一生 以为传了太多谣言 如今不能再凭借主观的胡乱猜错 给她定罪了 终于等到了宣判这天 法院改出的最终裁决是 小鸭无罪 小鸭开心地扑进老科夫妇怀中 编解与哥哥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他终于回到了阔别一九的家中 可以继续对师爹进行探索了 小鸭重新投入了小太的怀抱 有情人忠诚眷属 小鸭明白 只有眼前之人才是真正爱她 懂她 愿用一生去陪伴她的人 第二天 小太向小鸭求了婚 小鸭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 他俩有了很多孩子 经历了老科的离世 小鸭在小太的协助下 继续着她最热爱的自然研究 不知不觉也白发苍苍 这天女主看到妈妈 迈着轻盈的步道向她走来 是妈妈来接她了 她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丈夫太拓整理她的遗物时 看到一本手稿的最后一页里 有个暗格 藏着菜丝那条项链 这一瞬间 太拓明白了一切 她将贝壳放归还了大海之中 沼泽身处的女孩 又名沼泽谋杀案 荒野迷失 改编自全球现象集唱修小说 腊骨银唱的地方 在豆瓣榜上 收获了7.7的高分 网上最可笑的言论莫过约 有人说 既然蔡孙临死前 都将贝壳项链 一直戴在脖子上 可见她这真心爱女主的 宇哥我只想说太天真了 这渣男没得起 就是个大骗子 一开始他接近女主 是因为他觉得女主漂亮 而且女主生活在 有任意的地方 不用担心未婚妻发钱的劈腿 是个绝佳的偷心机会 对比心太拓 就可以明显看出 蔡思根本不懂得欣赏女主的美 出到女主家时 那些静门的手稿 他不但看不懂也不感兴趣 接近女主就是想骗色 这会儿第一次出去和女主去野餐 就要和她发生关系 可见动机不纯 连铺垫都懒得坐 为得逗女主 撒谎称要娶女主 骗取了女主的信任 在床上极其粗鲁 完全不够女主的感受 三秒结束 为之后能继续骗炮安抚女主 谎称想和女主永远在一起 只有还拿女主床上的表现 当炫耀的谈资 对别人吹牛 若真心喜欢 在乎一个女孩 可能会将这些事情 对其他人讲吗 当女主去镇上 发现了她有未婚期后 她开始暴露本性 在女主家发标 破坏别人家的东西 之后见女主不再上当 竟直接动了手 被打后还要强暴女主 之后又将女主家 毁得一团糟 展示了她变态的控制欲 与渣男本质 从小生活的老爸 魔爪色的女主 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 这渣男永远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才策划了这一切 其实检察官也推理出了一切的真相 女主与编辑们在饭店见过面后 深夜悄悄坐八十回的镇上 将菜色引到塔楼推下 清除掉一切痕迹后 再坐凌晨的八十回到酒店 这样做才能让这个 同父亲一样的魔鬼家暴男 永远消失 不为他毁掉自己的生活 继续最热爱的工作 有人问 为什么女主不离开师弟 非要杀人 女主从小生活在这里 她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 让她去哪 况且这是自己家 凭什么要她离开 这里有她最喜欢 热爱 愿意穷极一生去追求的研究事业 怎么可能放弃这里 所以这个结局 虽有点出人意料 却在情理之中 而且是个大快人心的好结局 菜丝根本不爱女主 项链只是她戴在脖子上 和胡鹏狗咬炫耀显摆用的 这部电影警示我们 不要被虚极的爱情蒙蔽双眼 女孩们一定要通过细节 认清身边的渣男 远离片中这样的渣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骂子不易 辛苦大家动动小手转发 评论 点赞支持一下 与哥感恩 2 2 2 3 4 4